謝謝Caroline 水雲 水雲 我的會名講起來 或許你們會嚇一跳 我已經參加二十六年期了 她一剩下來就參加了 真的非常幸運 有時候我聽到從一些會員說 哎呀我到了之後 真後悔沒有早點參加 真的 所以我是為什麼 因為我人生當中 有遇到很多會員 所以你們一定要給 不管是哪一位介紹你 跟我們Toastmasters結緣 你看他就是你的會員 對不對 對 話說剛我參加那個Toastmasters的 剛開始的有一天 我進了場 然後就在一個講者 講完了一天演講 之後呢 哇 有一個個別演講 各別講評 就上來開始評語對不對 那個各別講評 哇講得真精彩 大家聽了一嫩一嫩的 甚至於那個計時員 都怎麼樣 畫了計時 結果他講的時間超過了很久 大家還是聽得津津有味 我在想哇塞 這麼精彩的講評啊 有點像是在訓練人家 然後呢 我這個因為我是一個新人 所以我整個的那個 那個我的眼睛啊 會有這麼樣一個亮麗的一個表現 講評我這個眼睛位置一亮 那話說呢 這位新人 講者 當然他是新人 所以講整個的表現怎麼樣 超強人意嘛 就在那一次的演講中 很遺憾的 那位講者不再出現 所以各位同意嗎 我們做講評責任很重大 你又要延人進步 可是你又要展現你的怎麼樣 專業 好像你你是一個資深的 可是這個中間是你怎麼去拿捏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剛剛講的 我從頭上來學的訓練裡面 你不知道如何怎麼樣 如何做一個精彩的演講 你如何做一個會務的領導 等等 那有我們的 founder 叫做Rox Madley 他講一句話 他說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training in Toastmasters Purpose One is to train ourselves to be a better speaker Another one is to help is to help others to build the very best in themselves the first one you can achieve in a few years the second one is what takes a lifetime 意思就是說你要成為一個很優秀的 很傑出的演講者 你用心的話 功力在兩三年甚至於很短的時間 你可以建立起來 就看你的背景 但是你要成為一個激勵他人 激發他人顯能的人 這個是一輩子的功課 我希望今天我講的精不精彩 就算我講的很精彩 時間不要多給我好不好 因為為什麼 大家的時間都很珍貴 而且又把它變成習慣不能放水 不管這個人講得多精彩 時間到就是請他下台 要建立好這個習慣 那大家有這個共識了 整個的會議品質才會起來 今天我很驚豔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整個的講者 展現得非常好 所以我很希望 我講的精不精彩那是一回事 希望大家有所領悟 就是說哎呀 剛剛那個講題真的是講得有點 嗯好像哪裡沒有到位 可是為什麼不到位 為什麼 這是我們今天要去探討的問題 你講的到位了 人家真的聽了在心裡 怎麼樣就是 真的我可以改進 而且我能力辦得到 我下一次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你知道嗎 我看過多少的那個立會 最常講找那個最棒的 最資深的來做總講評 每次他們講評的內容 哪裡改該改進什麼什麼 通通都很大同小異 可是呢 我們的立會有了進步 Question Mark 同不同意 好很快 我要往下 你要幫我是不是 謝謝 我很下的很快的往下看 因為我還有帶很多資料 如果時間夠 我要讓你們看一下 像我做的一些筆記 然後呢 你們不用擔心 不用寫 不用寫 仔細聆聽就好 只要你們要寫的是 寫下你們心中的疑問 就做這個動作就好了 因為為什麼 這些東西我都可以做給你們 都沒有問題 往下看 我們的總講評 我個人 我通常都會從三個部分 來評當天的這個立會 這個場地如何 眼睛如何 就是我們手機 不用關燈 因為我希望大家看我 因為現在的這個投射片都很清楚 就是說你第一個要看場地如何 排得如何 這個我會給一個這樣 很快速的覺得 欸 場地很棒 或是哪些地方可以改進 第二個就是節目的編排 我們主題是不是恰當 然後整個的串場 氣氛如何等等 那個節目是不是很豐富 很多元化等等 第三個就是理會者 上面的 台上的是不是準備得很恰當 很豐富 底下的是不是很給紅茶 該笑的時候笑 你們該憂傷的時候憂傷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3B的理論 這是我 我個人的分享 你們參考 語言講評 語言講評 各位一定要來試試看 當一個語言講評 但是你們從這個地方去做 你可以把它變成二分法 哪一個句子講得很棒 啊很有畫面 哎呦善用數字善用成語 這些都是加句嘛 你二分法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語言 欸他講的這個地方不順 為什麼不順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怎麼樣改進 就是用二分法 第二種方法是用大小與粗皮法 大小與粗皮法 欸這個句子 沒有沒有沒有 好寫下來了以後 你用把它翻成家具技巧 精準度 好往下 給你們參考就好 因為這個要講很久的 但是你們有一點點概念就好 以後不用怕說 這個要去演講評怎麼講 從那方向去做 八九不離十 好 講評比賽 我要很快的帶過 是因為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也是在於個別獎評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 因為個別獎評跟在演講 講評比賽所用的技巧 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喔 我們的獎評比賽 獎評比賽因為他沒有手冊 各位懂嗎 他不是看著手冊 我會建議各位如果各位是做個別獎評的時候 一定要把手冊帶著 你根據那個指引 那個獎評的指引 一二三四五去講 八九不離十會抓到重點 但是在獎評比賽的時候 第一段話 你這樣說 講出來就是要很快速的說 你剛剛收到的資訊 這個五到七分鐘的演講 我收到的資訊裡面 這一篇演講的屬性是屬於哪一種演講 因為你如果抓不到屬性 接下來你很難給建議 你很難去分析 有時候他是混合了 看聽起來像是娛樂演講 可是裡面又很發人生氣 你可以有一個主到的屬性 另外是什麼? 副屬的屬性 從那個地方去 比如說謝謝某某會 給我們大家這麼的一個 怎麼樣? 什麼樣的屬性 很啟發 很說服 很激勵的 很知識性的 就是這樣一句話 然後很快的去分析 因為那個分析是佔幾% 你們自己去看 因為那個獎評比賽裡面是有分析 還有再來建議 給建議的地方 都在這個裡面 就是你分析 你分析怎麼去分析? 他的架構組織是很嚴謹 架構是不是很清楚 開頭、內容、結尾 是不是都很清楚 然後他的內容是不是很引人入勝 揮比金句點 幾個重點 有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重點 有另外一個例子 是不是很清楚 你就去這邊去分析 他要表達 我表達技巧有很多 我們在這邊贅述 然後呢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我認為在整個架構上 如何如何如何 這個就是第二段 各位注意一下 給建議的時候 至少要三個 這個是獎評比賽 你沒有給建議 沒有分數 因為那個建議是幾分 好像是四十分嘛 對不對 然後你最慢在日期集起來的時候 就要給建議 這樣才能拿高分 因為我們現場有好幾個要比賽 我順便就是再扔很快的再過 第三段話 你要留最少三十秒去做結尾 沒有結尾沒有分數 那個結尾就是你要正面積極 激勵的有意義的有感恩的回應 不管那個演講講得多 你還是要去讓他準備這一篇演講 感恩嘛 你懂嗎 這個你要先鋪陳好 套公式套進去 事先你就要做準備 雖然是集席的 但是都要做準備 好很快 我現在要很快的講 這個立會的各點講題 他有三個 三方會的受益 就是演講者他一定會受益 因為人家怎麼樣 他怎麼樣給他建議嗎 他才知道會不會下一次哪來改進 講評員怎麼樣 他練習他的講評技巧啊 快速組織啊 對不對 他會怎麼樣 他學會建立人際關係 等於像我會講 還有那個分會 因為這個講評講得好 整個的立會的品質會提升 好 受益者立即獲得這個回饋即時學習 趁卡建議改進也比較眼鏡的技巧 還有再來受到激勵肯定 建立自信 像什麼 賈評員一樣服務他人 教訓是他們想找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你做一次賈評 你自己進步會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去做賈評好不好 建立正念積極的態度 你那個正念積極的態度 這個有一點難喔 你知道嗎 我Athena 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可是我聽到多少人說 Athena好嚴肅 我覺得我好冤枉 我是很認真的 可是人家感覺起來是很嚴肅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self-image 跟public image 有個沒有match 我個人認爲如何如何 那是你個人認爲 別人收到的訊息才算數 各位 所以你那個人際關係 就像我剛剛講嘛 先有友誼 才有建議 所以 學習有效而聆聽 有效而聆聽 聽重點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還要訓練你的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去確認 去確認很多的資訊 那個都要學習的 學習立即即即的演講 因為講評他真的是一種即即的演講 但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定要套公式 把它套進去 平常就要做練習 會 剛剛我講提升立會的體積 就是我們分會 會有這些 營造正面積極的態度 互動 還有呢 說一個成功的 凱模跟聯辦 降低會員的流動力 好 等一下 講評員的角色 就是你身上的激勵 激勵跟鼓勵有什麼不一樣的 知道嗎 鼓勵就是你很好 你很棒 激勵還帶著刺激 刺激就是你要刺激他 刺激他在他 你認定你去判斷他可以改進的地方 給他建立 刺激他 讓他改進 所以這個是基底 好 教練 這個教練 這個教練 我在此不算贅述 因為這個教練是比較廣泛的 他的那個角色的扮演 跟這個 我們在人際關係 這個 就是Personal Communication 這個進階手冊裡面 有教練的這個單元 我很建議大家去做這個進階手冊 因為我個人的受益非常 然後受益匪淺 他第一 他第一篇就是教你如何跟人家 閒聊 Small Talk 然後呢 第二點就是他就是在講你如何Coach 然後你怎麼樣創造雙贏 還有你如何怎麼樣 你如何的當機立隊 很棒的 好 諮商 就是幫助建立影響的信息 這是講聽人的一個角色 好 有效講聽的五個步驟 你第一個要展示 展現熱情跟興趣 不用害怕不用緊張 因為你會幫助他 別人有沒有聽 不說 但是至少這麼多的人 有一個人會很仔細聆聽你 你已經怎麼樣 你已經得到一個終身 可能變成終身的好朋友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這個講聽 你要這樣想 你會賺到一個朋友 終身的 只要你這個演講 你這個講聽講得好 仔細聆聽 你要去匯入到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位置 講者他現在想的是什麼 他的價值觀是什麼 他的理念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這麼講 你要仔細去理 你開始去分析 分析他的架構 他的內容 他的內容 哇 怎麼這麼豐富 舉例子這麼的活潑 還頂進去一點 哇 還唱歌 對不對 所以你要開始 他的表達還是有點腼貼 不過他很有潛力喔 你要仔細去看這個人他的潛力 他現在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有潛力 為什麼 因為他很熱情 所以他以後他很豐富的很多知識 到後面會一直出來 你要去看這個 你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的後面是什麼 這個是做事的你要去 蛤 對事不對人 注意喔 我覺得很多的那個 個別講評 對事不對人 這個表達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不是專家 在前面講的 一定要用第一人誠表達 我認為 我個人覺得 那一句話我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如此如此 因為你講的不是事實 你講的是你個人的觀點 同意嗎 同意 這樣你才會樹立敵人好不好 因為你講的不是算 你講的不算 那換什麼 那是你個人的觀點啊 跟你的個人經驗都有關係啊 好 再來 幫助演講者建立信心 你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跟你講喔 你可以幫助這個演講者建立信心 你可以套用在你很多的日常生活上面 你知道嗎 講評這個技巧你練習好 不管是你的人際關係 甚至於你的你周遭 你在工作上 在家庭上 你都可以過一費錢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一天到晚都馬上再給人家打分數 打分數的時候對的是什麼 因為你希望他的進步 你希望你覺得他不對 你覺得他哪邊要改進 問題是你如果會給人家 按照這樣的程序來講評的話 你的日子會很不好過 因為人家沒有給你好臉吃看 同意嗎 往下 成功講評的秘密 一二三四五六 我不再贅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會把這些資料 我會給各位 往下 成功講評的大忌 小明慧有做了一個很棒的演講 你要很棒你要分一下 你說為什麼很棒 很啟發我 怎麼樣 這個各位懂嗎 好不懂的話沒關係 慢慢體會 因為這個這個這個訓練 有時候是需要一整天 還有 今天是說一些讚美的話 來來來來 就是 你知道他很棒 但是而且你用的詞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我 好像我不值得你講的那麼好 那又不好 你知道很難的講評 但是各位不要怕 你一定要上台 上台盡量做練習 切記 你應該 你要 你必須 你錯了 各位小心用這些字句好不好 結尾的時候期待你 你不要說期待 聽你下一次演講 我覺得很多人都犯了這個錯誤 為什麼 你現在講評的是講評 你當下你剛剛講過的 所以呢 你最後應該是在回饋來講說 你謝謝你今天這一篇這麼好演講 那讓我的人生有不同看法 或是如此如此 你要講評這一篇啊 因為你講的湯塌少 他當然就會下一次再講啊 不然他就不再回來 要往下 好 好這個都都要往下 我最後 因為時間的關注 這個地方就是用第一原稱 我聽到 如何如何 我不了解為什麼 我認為 某個地方 我覺得你沒有交代清楚 是不是 多說一點 是否 用這些詞 你會很好 去傳達你要建議的事情 好吧 往下 好 pieces 上往下 好 It's not what I say It's how I say it It's not what I do It's how I say it how I do it and it's how I look when I say it and do it 好 關掉 我說什麼 不是重點 我怎麼說才是重點 我做什麼 不是重點 我怎麼做才是重點 而且我做的那個樣子 我說的那個樣子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那個才算 所以這個是 希望今天給各位帶來一點啟發 就是不要害怕 有講評的 你不會 會 全部都上去 你沒有上來做 怎麼會知道你會不會呢 而且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這個指引子 手測嘛 就按照那個手測 你如果再不會做 你就按照他 一 第一點他 如何如何 第二點如何 這樣就不會發九個意識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